Hello大家好,我是龙2 今天上期乘用车官方正式发布了旗下全新明觉6车型的官方图片 从图片来看,新车延续了此前概念车的设计元素 前年采用的是点状式矩阵格栅 下部格栅也采用了倒梯形设计 虽然看上去与捷豹非常相似,不过也算是动感十足了 内饰部分全新的明觉6采用大面积软材质包裹并服以双缝线处理 红黑配色和中控上仿泛纤维装饰也进一步突出其运动风格 在动力方面,新车有望和荣威i6共享型号为15E4E的1.5T发动机 最小输出功率为169马力 传统系统匹配的是6速手动或7速双离合变速箱 新车核适能上市开卖目前还不确定 不过对于这样的造型,大家觉得还可以吗? 好了,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散板关注微博的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更有趣的内容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咯